大家好,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如何给杜尖花拖盆 再给它如何搭配土壤的 首先我们给杜尖花拖盆的话就要给它提前控水 那么像我这一盆控过水了之后呢 就先拍打下盆壁 这样更容易拖出,根式就会减少损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根式 把上面的这些土球我们要去掉一些 去的时候呢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的根式比较牵势 是最容易出现死亡的 所用的这些土壤呢都是一些核砂 还有一些营养土非常保水 看上去有没有根式腐烂的 我们要顺便把它去掉一些腐烂的根式 像底部的这些根式呢 是不能要的出现了烂根的现象 那么这样子给它去完土壤之后呢 有条件的花油 我们最好呢就是试用一些杀菌药 给它喷洒这个土球进行杀菌 最常用到的杀菌药也就是像这种根林 它是针对性的针对土壤里面的续菌 还有虫卵霉菌等等都有效的杀面 因为它是内吸型的 而且在家庭使用绿色 环保安全 它是低毒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如何给它配毒呢 给它所用的炒碳土 还有珍珠盐和沙 这三种材料结合就是2比2比1 这样配比的土壤剂疏松透气 沥水保肥 为了增加盆土里面的养分 我们可以给它加入一点这种养分 养分肥力比较温和肥效取久 它是经过高温辅熟过的 我们用来做底肥呢 不用担心它会引起烧根烧苗 它的肥力比较温和 有继续也非常充足 就是给它参合10%就可以了 这样给它弄好之后呢 就直接的给它换泡均匀就可以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配比毒仰 那么下个视频呢 再跟大家分享 如何给它上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